什麼叫做出家 開始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 和也願意做這個事情來講的 因為我說實話 像前幾天我跟大家講說 你縱使你把我堆到一個 沒有人的地方 或者在寺院裡面 我如果要破戒的話 我也有辦法想到破戒的地方 你把我丟到一個 花花世界 紅塵滾滾的這個世界來講 我要守戒的話 我也是可以守戒的 可是你要說 真的來講誰可以管我 你裝著24小時的CCTV 你旁邊拍的人 我也有辦法想到說 你看不到我 還想辦法去做 比如說我們剛剛沒有說破戒 而是說 比如說我喝可樂 我只要想一個辦法 我還是可以喝得到的那樣子 只是說 我願不願意為自己負責起來 那個時候 願意做這個事情之後呢 而是他自己的認知 已經有一個 應該說一個比量升起來了 這個來講的時候呢 你不用管我 我也會在這個 縱使是那種 應該說我們說 再複雜的環境 而自己願意的話 那這也不會動了 這也是應該穩住了 那可是如果你縱使在寺院裡面 自己沒有這個覺知 也是一樣 可是第一個剛開始 當然要有長期的培養 說到他有這種認知 覺知才有辦法出來 才有辦法說 去別的地方 可是一般為什麼說 在現在 寺院裡面 生團 或者我們說 不一定要生團 或者在寺院裡面 派一個比較 單純的環境去培養出來之後 要升起這個比量 所以可是 以我說14歲 我們回到言歸正傳的話 我說以14歲 15歲那時候 要有什麼 完全沒有 自己的想法 就是說什麼 我要去讀 醫學院啊 我那時候想法就是說 或者要去讀 Stanford 或者要去讀 哈佛 或者去讀 John Hopkins 因為我想讀 醫學院 這就是我說 我鎖定的 三所學校 不是只有這三個學校 我看得起 我說以前我 大家 比較這邊的人 沒有認識我年輕的時候 我年輕還是那種 我自己對自己 還滿很有自信的 我說 這種子在學經書的時候 是很臭屁的 我說會罵人的 會講那種大話的那種的 所以以前在那種 那時候我說 不要說別的 我記得我們在 因為我家是住 美國的一個地方 叫Irvine 就Irvine Irvine這個地方 Irvine 我們說不要說別的學校 爾灣有一個學校 是叫UCI 就是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是一個 美國滿有名的 一所大學 現在來講 以前我們來講說 拜託你給我錢 你要給我 你給我 我也不讀這個學校 這個學校太爛了 在我們的眼中 那個是 沒有學校讀的時候 才要去讀這個學校了 那樣子 現在很多 亞洲人 現在是跑去讀 那個學校 那個學校也出了 很多得到 諾貝爾獎的 那種的 物理學家 那種生物科技學家 什麼等等等等都有 可是在以前 我們那時候 我記得在國中高中 我就是覺得說 再怎麼樣也不讀 那個學校了 那樣子 所以你看我們 那時候回來 看到台灣 說什麼台大 台大 台大在我眼中 是這樣子 你知道嗎 因為在美國的所有大學 台大排不上 美國的前100名大學裡面 所以他排不進去的 那時候真的是 自己因為自己讀書讀的還算還不錯 那樣子還不錯 可是 就這樣子 那今天是講龐話了 這是跟法是沒有什麼關係 是把自己的歷史跟大家講一下 是自己會出家跟認識苦地 認識棋地 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可是 在之後受比丘戒的時候 因為是什麼 是什麼是 我們說受比丘戒的話 他應該一定要是有一個 出離心的去設施 這個出離心 至少是什麼是 雖然沒有辦法真的認識到 苦地跟極地這個 可是至少 我是那個跟隨著說 尊者達安喇嘛 他給予的教授 我有盡量 依他的文字而思維 的思察室的這個文字上去了解 不能說 百分之百的那種 好像我們說 獲得五到十地的那個出離心 可是有一個照做的 有一個思察室的出離心 去設施的話 是有的 和以後我們所謂的 受施 如果說以別卸托戒體的話呢 大家也一定要 所有的戒體 別卸托戒體的基礎 就是有沒有出離心的設施 這邊所說的出離心 不是在講說 經書裡面說 我對三有 對六道輪迴 都看為火坑二二出離心 至少 這個是當然是最殊勝 最好的標準的 可是如果沒有到這個標準 至少是說 依著文字而去思維 而去刻意的 生起一種的 好像照做說 我要依著 我這個傳介師 阿瑟黎 自己的師長 所說的這個 而我去培養的話 這樣所設施的 才有辦法有戒 如果沒有的話 不管是居士戒也好 出家戒也好 它不會生起來的 這樣子 就是剛剛的問題 再問一下 就在格西八剛有講過 就是那如果說 在碰到苦的時候啊 那我們應該要怎樣 因为我说一般来讲的话 这也就是普调次第广论里面有解释过的 所谓的现在的认知 不是为了说你碰到苦之后 你再去怎么做了 这个果报已经产生的时候 都已经迟了 就已经迟了 它已经产生了嘛 你只能想办法说 我怎么快速的去除掉了 是不是普调次第广论 有解释一句话说 例如说 比如说你手摔断的 跟还没有摔断之前怎么办 你摔断之后你还说 你要小心啊不要 这都已经迟了嘛 已经都摔断了 你只能想办法怎么去把它 接回去啊 怎么补助了 那当然 我知道这个是我不要的结果 或者我有这个经验之后呢 我是不是就是说 每一次每一次这个错误经验 就觉得说 为什么会到这样子 你看我们是不是对我们子弟说 我吃过很多的苦 就是为了你不要再吃我那样子苦而已啊 还有些就不听啊 就说你明明就是要 就是谁叫你走那个同样的道路 我刚刚就跟你讲说 不要走 可是你还是这样做 只有苦可以受啊 可是有些人就 没办法认知到那个苦嘛 所以第一个他会说 为什么要认知这个为苦嘛 如果因为 你还没有认知这为苦的话呢 人家给你说什么的劝言 说你不要往这个方向走 还是会往的 所以现在已经 假设我说已经堕入了 已经到了苦的阶段了 我们每个人都已经 我们已经都轮回了 那已经没办法了 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不是说觉得就是停 或者说就是停留 或者止住在这个地方了 而是说什么 好我看到这个事 我也认知这个 我不要了 苦受的时候 从苦苦我们就不要的时候呢 是什么事 想到他生起来的因是什么 下一次来的时候 果还没生起 在因的这个阶段 我就先停留了 或者是已经了解的时候的 这个苦可能是以前是很长的时候 我把它时间缩短 一定会这样的这个阶段 我们每个人都是走过 从比如说我苦是 一开始是 比如说是几年的时间 或者说比如说我是生气 以前生气的话 可能生气就会生气个 几个小时了 慢慢收到一个小时吧 慢慢收到几分钟吧 慢慢收到几秒吧 到最后是什么 他还没生起来的 那个阴的阶段就了解 最后是什么 连这个阴都没有 可是说你说 马上生气苦之后 我说我要认识这个苦 我把它拔除掉 就等于说 我的手摔断了 那你马上帮我结合 那是不可能的嘛 已经 果报已经陷起的时候呢 我们只能想办法说 好 这个果的时间 怎么把它缩短 或者什么复原的时间快速了 以这个错误的经验之后呢 下一次 把它说 或者我不要碰到 或者我把它减少 或者把它全部来做的话呢 他才有办法来讲 或者你说 以一般我们 我们现在的 不要说大家 以我的状态来讲 去看的时候呢 我们要认识到我们 扰乱我们身心的这个苦的话呢 只要很粗分的 我们才认识 那种细细细细的烦恼 细细细细的那种的我之 我们一般来讲 是根本认都认不到的样子 我们认知出来 会感到已经是那种 大波浪了 大起伏了 才有办法认知 没有到这个之前的话 那种所谓的 这边细微的烦恼 烦恼不是那么的 我们一般来讲的说 以前的主师大人们 也解释说什么 就是说 烦恼等于说什么 是没有比烦恼更狡猾的 他是所有的方法 我们也是我们好像 等于说最不舍的老朋友 因为我觉得他是跟我是 最熟悉的 因为我最熟悉 我最习惯用这种方法 去处理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要舍弃掉是很快的 他不是那种好像 我这样子一任 我就可以去除烦恼 这个如果这样子的话 太小看自己的 里面的这种 我说或者这样子的话 或者要得到卸托是 太容易了 那唯一的最好的 或者终究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从他的 因的了解 因的了解什么 是了解无名 因为一切的烦恼 都是一个颠倒心事的 没有一个烦恼 不是颠倒的 所以 我们是不是上次跟大家讲说 有很多别的方法 去一一一对治 可是唯一是 以医药自百病的话 就是用空心的间 他把 你说我所看到的 这个颠倒的东西 都不存在了 所以我对颠倒的东西 生起贪欲 对颠倒的东西 生起称心 对颠倒的东西 不是都很傻子吗 不是一个傻子 才会这样 他在经书里面 在中大师的 日中文散显秘书 他引用了经书说 你看我说 如果我知道人家是用 我们用现代词好了 他是用投影的 这种3D像 看到一个美色的女生 跳舞 和你说有一个男生 对他生起贪欲的话呢 你会说那个男生是傻的 因为那个东西是不真实的嘛 就是说他以为是一个真实的 一个美女 或者一个真实的一个帅哥 你去对他来生起贪欲的话呢 你不会说这个人是傻子吗 因为他没有 他对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他实际上来讲 我们都是这样子了 我们的烦恼所缘的东西 就跟那个 化现出来的一个美女帅哥 来讲一样的 是不存在的一个东西 或者不是实际的东西 和我对这个贪欲 对这个称心 你如果了解说 这个东西是颠倒的 不存在的时候 这个贪欲是不是跟参心 是自然而瓦解的啦 可是这个来讲 认识还是要有一段的时间 和对后面的 我们说对空性的 对所谓的我值 到底是什么的了解 才慢慢会有这个的 那样子 刚刚我还有一个 我先回答 我刚刚有问说 那到底我们前阵子 有讲到说 阴位上的皈依 跟果位上的皈依 到底是什么差别 或者什么来讲的话 相不相为呢 我可以来讲说 阴位上的皈依 跟果位上的皈依来讲 是不相为的 不相为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说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的话呢 假设假设 我用 因为大家是看着我 我说比较好 假设如圣法师 只是假设 这不是大家认为 我是用假设心来讲 我说假设如圣法师 是大家的皈依处来讲的话呢 是不是我说 假设我现在还是没有 比如说我没有获得 我没获得自良道 可是呢 获得如圣法师 成为自良道的菩萨 是不是 在未来一定会产生的 这个是 虽然我现在是 烂到不能再烂 或者说肮脏 不能再肮脏呢 就是做那种所谓的 无无间罪 全造作的人的话呢 他之后也会成佛吗 这没有例外的 可是呢 他真正的皈依 真正的要皈依什么 是他的果位的皈依 他的果位是什么 是他成为佛的吗 他在进未来记之后 他成为佛的 这个佛呢 才是他的果位上的皈依 他的那个来讲的话 就像我刚刚讲 如圣法师之后 所成为 所成的这个佛呢 是我如圣法师的 果位的皈依了 可是这一尊佛呢 是什么 是大家的 因为的皈依了 因为你们迫不得 你们没有办法获得 那个 自己心绪当中 生不起那个东西嘛 永远是跟 我们的心绪 是分开来的 分离的时候 所以呢 如圣法师所获得的 佛陀的那个果位来讲的话呢 对如圣法师来讲 是果位上的皈依 对大众来讲的话 是因为上的皈依了嘛 所以同样 你们 你们 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 我现在因为 没有时间说每一个 就每一个每一个 每一个获得的佛呢 对我来讲 如圣法师呢 是我的 因为上的皈依了 可是对你们 来讲是 果位上的皈依了 就是说什么呢 简单来讲 是说什么呢 是与我心绪相同的 与我为心绪相同的 这种的三宝呢 是什么叫我 果位上的皈依了 与我心绪相依的 跟我心绪没有 相关联的这个三宝呢 是什么叫我们叫所谓的叫 因为上的皈依了 而跟我心绪相同 我将来会要获得 我真实获得的 那叫什么叫果位嘛 因为你看我们说 法宝为正皈依嘛 我们常常讲说 金苏师说 法宝为正皈依来讲的话 假设啊 我们一直用那个说 蔡依林小姐 因为比较好了解 大家一个名人来讲的话 譬如说 纵使蔡依林小姐 现在获得了灭帝跟道帝 我说实话来讲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为什么要去归于 蔡依林小姐里面的 灭帝跟道帝呢 这个 她获得了灭帝再久 对我来讲 我在轮回当中的人 有没有帮助 有啊 可是她是间接说 因为她获得了灭帝 她所了知的这个境界 她用法来跟我说 可是实际上来讲 她没有 对我有帮助嘛 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解释在 智力法身的时候 为什么叫智力呢 因为我们一般的凡夫 根本看不到 碰不到灭帝跟 这个所谓她的道帝啊 可以利益我们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 塔利射身吗 哦 所谓的暴身 化身呢 那 同样 我们自己要面到 真的断除烦恼 或者这个道路来讲 是什么 是我的果位上的归 我将来要生起 我要去培养 这才有 有帮助 所以为什么常常 以前引用佛头的 一句话来讲的话 说什么 她说 若调服心事 则为善吗 若调服心事 则为乐吗 这个是 自己自己调服的 而不是所谓 这就在引申法宝的意思了 就是说 我自己调服这种 不管什么层次 最好到 烦恼障 所知障 全部都调服的话呢 就会获得所谓的 我一定要一直到地 获得了灭地 这才是所谓真正的法嘛 这才是所谓的法宝了 我兴趣要获得法宝 我获得了法宝呢 我就是成为神宝了 没有获得任何的法宝呢 不可能是神宝了 也没有是所谓的神宝了 神宝 他不断的不断的在培养 培养到最终 最究竟什么呢 就是我们叫佛宝了 他就是这样子而已 来讲的话 那所以同样 我们真正的皈依 或者我们说 我们在皈依的时候 什么是 一般目标来放的是什么 因为上有没有 当然有因为上的辅助 就有点就是什么 像我们的老师啊 我们老师背来讲 这都是所谓的因为上的 我们的皈依了 可是呢 真正要获得 就托啊 或真的要获得卸托 什么是 不得不靠自己的力量啊 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 没有 没有所谓那个便宜的 好像说 有一个人可以把我们这样子挪过来 放他这样子 放过去 可是 一般啊 一般 普遍 我说 应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所有学宗教啊 或者 重者是 不是要说学宗教 学佛教徒 就认为好像说 佛也有能力 好像从这样子 把我这样子 挪到这样子 如果有这样子的能力的话呢 就不会有苦了 真的一个苦都不会有了 佛陀 如果有这个能力的话 他不用这样子做了 他一定会把他 就是挪到这边了 可是他不是这样 他只能说 用正确的引导 所以只能说我们说 比如说像 导致释迦世尊 他心虚当中的灭地道地 以前的大阿罗汉能 像 大家设尊者 阿难尊者 舍利佛 穆建连 等等等等 这就是说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 因为上的皈依了吗 因为上的皈依 或者说 我们刚刚是从小圣一般来讲 那从大圣来讲说 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讲说 八大佛子 或者说 观世音菩萨 文书菩萨 弥勒菩萨 虚空掌菩萨 地藏文菩萨 等等等等等等 这些菩萨来讲的话 都是我们的 阴位上的皈依了 果位上的皈依是什么 是 我发起菩提心 我发起菩提心之后 是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 那个菩萨就会产生 那是我的皈依 那是我的果位上的皈依了 所以我们果位上的皈依是 叫那个东西 跟我 与我兴趣相同的 就是我们上个礼拜 跟大家举例来讲的话 我说 比如说我们事实上是说 我们的子女在读医学院吗 或者说他在读 他在读大学 我说以后啊 我要靠你了那样子 为什么呢 以后你要毕业之后 你要赚大钱 你要来讲的话 这个来讲是不是都 对我来讲 都还是一个因为的皈依 纵使他未来 他毕业 他赚大钱来讲的话 都是因为上的皈依 可是 刚刚那个 比如说刚开始出读 大学一年级的人 他他已经要毕业的时候 那个毕业的 可以出社会的那个硕士 博士 来讲的话呢 在目前来讲的话呢 此时此刻没有 没有嘛 他近未来 要获得的那个东西 是不是变成他的 刚刚那个大学一年级 刚进入 踏入校园的那个人的 他的果位的皈依了吗 所以也有这样子 我们一样来讲 我未来在靠你啊 就是我们看到他未来 他有一个果位的皈依 可以成为我的英卫的皈依了吗 而他现在是一点能力 一点能力都没有啊 还在自己在读书 还是大学一年级 才刚进入校园的第一天 他什么能力都没有啊 可是我已经看好他未来说 他会有果位上的皈依是这样子啊 请问格斯老 那格斯老就是我们的英卫上的皈依 是不是 如果我现在一直在听话 那我 因为你看我很不喜欢讲这种 我不是用实际的例子来想 不是不是 我说如果啦 如果因为我从来来讲的话 所谓的皈依来讲的话 我一直在提醒我自己来讲的话 因为这不是从你们来讲 我说我说 来讲说 以第一句的菩提高斯利广 你看他开宗明映前面就想说 若想要调伏他 者先调伏自己 自己内心 才有资格说 作为这样子的话 那我知道我是没有 完整的调伏了 我不能说 我是一个很称职的 大家的皈依啦 我说真的啦 可是我说 我有努力 我是很努力的一个人 我可以 答应大家 这个事来讲说 所以 应该是说 我们用 中大师一句话来讲说 怎么说 那 不得不在地方 那么狐狸要当 狮子用的时候 而现在 没有别的好的话呢 那个以这个 至少在有一个 对法的了解 和对愿意学习的 和来什么 我说 我可以跟大家 对个 如果大家愿意来讲 诡异来讲 或什么的话 我可以保证什么事 我一定 至少我来讲说 我以前跟人家讲过 就讲说 如果有一天 我是要为了 钱啊 或为了权啊 或者为了利的话 我说我宁可 我不要交法了 我在那一天 我心如果变成这样子 我就不交法了 这个我用 这就是经书里面 所说的 由天沉默 本来是用 很好的法 是要自己来调 调伏自己的内心 依着宗大师的教法 为了要 可以去获得佛头的果位的话 如果走上这一天的话 那我干嘛 我说我 我 宁可我说什么 我去 去麦当劳啊 工作啊 或我去扫街啊 什么都可以 而不要用这种方法的 可是如果 有对法有帮助的话呢 那至少我可以 不敢说我 所以我常常也 我说也是半开玩笑 可是也是认真的 是说 我们在做的 所有的 谁先成佛 都不一定的 有可能是现在 我目前 我自己 带领大家好像 在学法 和我 我在把 自己的了知 可是不一定 你们先成佛 我说 因为你们 纵使有可能 说因为在 多少节之前 在如圣法师的座下 听过这样子 而我法起精进了之后 我又成佛之后 我还在轮回当中呢 所以我说 不要忘记我 这样子 可是我说 在这个来讲的话 我说 可以来讲的话 那至少说 我应该 对法有一些 些许的经验 一些些许 些许的 比大家 多那么一点点 点点的话呢 可以 把我所了解的经验 所了解 经书 跟大家讲 可是我说 要在经书上面 所说的 很称职的话 我自己都 我不太喜欢 讲这种 我也知道说 这个来讲 是什么 是有 破大戒的 风险 我说破大戒 这就是 打大忘语了 我说 从我 不是大家 大家如果是说 可以这样看 我的话 是大家的 这是大家 你们自己的信心 纵使我是烂到 不能再烂 你也是会依着我 而生善业的 善发的 可是我做在 这个的时候呢 我要提醒自己 是说 是 只有在说 把 我一直在感受 把以前老师 所教导的 我尽量的 去行持之后 等于是把 我复述老师